到底上任要做哪件事 我覺得第一任第一件事情 是穩定整個市府的員工 因為政策還是有它的延續性 所以不會輕易去隨便去變動 至於我想是這樣 要做的事情在科幣新政裡面 還有我們一次的公民提問 還有三次的公民咖啡館 我們很多資料都會整理 Excel會給它呈現 另外我們科幣新政 我們電子檔已經上網了 其實電子檔上網的目的意思就是說 這不是訂稿 在12月25號之前 歡迎所有的市民上去看 然後發表他的意見 我想這個是 我們要開始一種 政策由下而上的行程過程 我們通常會提出一個idea 然後開放式的態度 請大家來寫意見 當然我們會要求 我們的那些市政部門 全部都要讀一遍 大家都要負責任要寫的 所以那個政策的部分 大概在12月25號我們正式接任之前 希望透過網路讓全民去凝聚共識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說priority當然是這樣 要做的事情會先確定 至於priority我們會用一套制度去解決 就是急迫性跟重要性 這個有一個分數的方式 我們自己內部會用一個團隊 把每一個事件 它的重要性一到四分 然後急迫性一到四分 會按照會算一個分數出來 那去 這有一套制度 我們會按照管理學的方式 我們要開始進入一個用數字管理的時代 我們現在開放三題給外國媒體 那請市長當選 其實可以用中文回答 因為他們都懂 第一個問題 請路透社的Michael Cole 好 謝謝 我也是要問一下 就是很多人說 這個選舉是台灣老百姓表示 他們對國民黨的不滿 尤其是國民黨的中國政策 你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解讀嗎 不是嗎 然後在這個方面會有什麼改變 然後你會怎麼反映他們的 這些人的訴求 謝謝 第一點 這場政治 這場選舉不用太過度解讀 我想是這樣 任何因素都不會是單一因素 我倒覺得這場選舉 是一個台灣人民求新求變的一個決心 因為事實上要接受一個改變 也要滿大的信心跟毅力 我想是過去的這段時間 整個台灣的slow down 慢下來 因為事實上數字會說明 以前我們是贏南韓的 我們GDP是贏南韓的 現在很明顯就輸掉了 我們在過去12年當中 GDP自然被南韓逆轉 15000塊美金了 我想這個是一個 台灣國民在面對 整個世界的競爭當中 有失落感 另外一點是這樣 台灣經濟還是有微乎的成長 可是很明顯的 貧富懸殊實在是太明顯了 所以我一再再強調 兩岸經貿會繼續進行 只是它的重點是這樣 到底那個經貿 兩邊經貿往來 它的好處是全民共享 還是少數權貴買半去賭享 分享 這才是重點 所以我倒覺得說 這不是一個任一單一因素 可以解釋全盤的這個選舉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在這一刻這一秒 不需要做太多過度的解讀 把這場選舉去歸於任何一個因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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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